我們今年的國際工作營不只有來自國外的學者之外 我們也邀請了兩個學校來參與 一個就是北京大學的梗丹學院 另外一個就是日本ICS的建築專民學校 那語會裡面有五個speaker 那最主要就是有兩位來自葡萄牙的Hugo 還有他的夥伴我們叫Fripa 另外呢我們梗丹學院的林院長也參與了這一次的工作營 還有來自於ICS的知名建築師Frank 所以再加上我們自己西上來自一個葡萄牙的Paul 所以總共會有五個外國學者 那整個工作營為期一個星期 那今天是一個開幕的一個典禮 接下來呢我們會把我們的場地移到台中的文創園區 進行三天的實地操作 那操作完之後我們在星期五的時候 會在台中的市民廣場舉辦一場成果的發表會 這次工作坊我想說幾句 應該說我們是很好的一個幸會 幸會在這個保島台灣 我們這兩天來了之後呢 我們首先體會了這個保島台灣的美食 大家吃得很開心 同時呢我們更期盼我們這個工作坊的開始 更期盼跟我們更多的同學們 跟我們更多的老師們交流 這個幸會呢我想有三方面的內容 一個是人 人呢我們有這麼多的國際的專家 參與我們這個活動 再一個呢我們有我們東方的文化 作為基建 因為我們的學生有台灣的 有北京的 有這個這個日本的 這都是東方的文化 基於這樣同樣的文化 不同地域的個性化 我想我們幸會在這一定會有好的成果 那這次我們學校呢有七位還有一些畢業生跟在校生的代表一起參加 那還有就是這次也配合我們的 郁郭老師跟菲利法老師的合作呢 看會有什麼樣精彩的作品會呈現 我們非常期待 那另外一個非常期待的就是能夠跟台灣的大學生還有中國的大學生能夠有一個非常密切的交流和合作 那對於這次工作營的成果抱著非常大的期待